如果你出門去工作的時候 他會看著我說 爸爸 現在要當第二次懷孕 還是有什麼關係 現在也是很期待 我們兩個覺得怎麼感覺 還是第一個 第一次懷孕的感覺 很有新鮮感 然後還是覺得 好像有些事情還沒有準備好的感覺 現在幾個月可以知道是誰啊 現在 對啦 我們知道啦 但是就想說還是先 對啊 先不公布這樣 現在不是原型要開派對耶 只有幾個家人 就是阿公阿嬤這樣 然後大家吃飯的時候 對 揭開這個信封這樣 我們還是把那個重點放在 然後再希望小朋友健康就好 那你們都要幫小朋友打開 那你們都要保護嗎 主要還是想要保護女兒啦 就是不想要讓女兒 還這麼小就 就不慌嗎 就是這樣還是想要保護她 你心如上的那種狀況 你有什麼長範的方法 你真的只能一個一個講 對啊 因為 我們有的時候 可能家人們 因為很開心 你拍了照片 就放上網的一些狀況 所以每天都要群嗎 OK 大家知道 你有一個 知道 知道 我們每天都有跟她講 會吃醋 會吃醋 有一點 有感覺她現在有一點點 越來越黏我們 而且那個我們是蠻特定的 就是我跟我太太 會有一些撒嬌的言語 爸爸 不要走 不要走 所以真的會限制女兒 就是限制小孩 就是怎麼到28歲才會抱著 欸 有點太久了 但我覺得 在我們家這所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 扮嘴跟一個玩笑啦 那 大家真的 看一看 大家覺得輕鬆就好 所以女兒到底幾歲 可以開始照來嗎 我覺得還是先專心在她自己的 課業上會比較重要 對 那至於她什麼時候要講男朋友 自己為人父以後就覺得 其實沒有辦法可以限制 自己的小孩做什麼 即便她現在 不要講男朋友 我要她吃飯都有點困難 對 所以我並不覺得我女兒 長大以後會聽我的話 我只能給她一些 比較正確的價值觀念 所以她現在會心肺 會 開始 有一些 譬如說我要出門去工作的時候 對 她會看著我說 爸爸你可以跟我玩嗎 我會很不想出去工作 對 有點招架不住 對 或者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唱歌給她聽 然後她會說 爸爸 不要唱 對 媽媽唱歌比較好聽 你到底唱什麼歌 你知道嗎 我其實唱個小星星 能躲難聽 對啊 對啊 蛤 不要啦 我女兒都說 爸爸不要唱 不要唱歌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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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